清幾個資訊 第一個是這個案件在媒體上就是有常出現的一些資訊的謬誤 就是大家容易把它視為這個那個兩兆離婚 爭取監護權的一個案件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這個案件這個女方是非預期懷孕未婚生子 所以他們其實本來並沒有婚姻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有另外一個常見的謬誤是說 就是那個有一些資訊是說 這個女方拐帶小孩 從義大利拐帶小孩回台灣 但事實上在他們之間的這個信任關係的破裂 其實第一次無意警跨國一致孩子的其實是男方 好,這個是兩個在資訊上常見的謬誤 那我請問一下 那如果他們沒有婚姻關係 法院憑什麼來加次法院憑什麼介入 因為女方有做生父認領 好,就是因為 因為雖然男方無意結婚 但是那個男方就是在這個懷孕生產的過程 那她有陪伴 所以這個女方基於她的真情跟善良 所以她就做了這個生父認領 那也就是後來的整個爭端發生的這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再來就是說,我跟這個女方 然後我的訪談人數 就是說確認說,孩子非常珍惜跟重視她在台灣的生活的一些元素跟條件 這一些人事物 我都一一的去確認訪談過 然後 可是我認識這個孩子三年了 但她一直在重複同樣的聲音 然後她也非常的相信溝通跟討論 她相信大人 她相信溝通跟討論 可是大人不相信她 對,這個也是她一直都覺得很挫折也很困擾的原因啦 那小孩有知情的權利 然後小孩也有表逸權的自由 不管她是在任何的媒介上表達 我知道說她曾經寫過一封公開信 那她寫這封公開信也受到很多人的質疑 甚至被認為說是不是被操控 那關於這件事情 那因為那個我也陪孩子就是看過她寫很多的東西 然後我也研究過她的整個圖書館 就是她在這個圖書館的整個戒閱的紀錄 去研究她的書單 然後那基本上就是在我 對在這個孩子的訪談過程裡面 就是我的觀察 這個孩子的價值觀 還有她的表達的能力 她其實是有一些一致性跟連續性的 這個是我在訪談裡頭的發現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關於她一再再重複她同樣的聲音 然後她卻沒有達到她 就是事情一直都不能夠讓她如願 那這件事情我當然是非常的有感觸 因為就是當小孩講了你不聽 那你就是不聽她講 那關於這一次就是說 這個會面交往 為什麼要用這麼激烈的方式 這個也是我作為一個陪伴者 我比較有意見的 因為會面交往原本是為了維繫關係 維繫親子關係 但是如果你採取了一個這樣子的極端的方式 就是說她有她可能有一個不可回復性 也就是說她可能會重複 她曾經被帶去義大利 有一年多不能夠回來的這個經驗 那這個帶給她非常大的恐懼 那如果她不能克服這個恐懼 不管她多想要跟爸爸見面 不管說她其實也是 並不排斥去義大利的 但是如果她不能夠克服這個不能 害怕自己不能回來的恐懼 那她跟我表達了非常的多次 她不願意冒這個風險 那所以如果說會面交往用這麼樣的 就是要用這麼樣的 就是讓孩子非常有危機感的一個方式的話 那你就是在逼孩子做出一個極端的選擇 那這樣子這個會面交往就有一點背道而馳 它就不是維繫關係 而是在撕裂關係 這是我的看法 那我在跟這個孩子互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有一些非常感動的事情 就是說就像那個矽音老師剛剛講到的時候 孩子的一些純真的智慧 我有一次在家訪的時候她跟我說 她有一天自己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她靜靜地想通了一件事情 她說其實不管任何人怎麼看 怎麼說甚至怎麼判 她覺得她只要一直堅持下去就好了 那其實我聽到這句話 我聽到她講這句話我非常的感動 我甚至那一天就跟她分享說 我在陪伴她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得到很多的啟發 就是我們大人想要堅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甚至想要堅持自己在做的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也不一定都能夠得到認同 我們也不一定都會順利 那那一天我就也回饋給她 就是她這種 就是認為她只要一直堅持下去就好了 的這個想法 她深深地感動了我 這也是我願意出來 就是當她一直在堅持她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我也願意用我的聲音 然後來支持她 不懂得秘密 我們可能就會大不了 我們就去看 谢谢大家